中共中纪委在2月13号公布 原天津市公安局局长伍长顺 因为严重伪计违法被双开立案审查 同时还有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的原副主任隋凤傅 和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的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 这几名中共的官员除了贪腐等经济问题之外 还有一个共同点 那么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2月13号 中纪委在网站公布 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 市公安局原局长伍长顺 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出党籍和公职 中纪委还首次使用了18大后不收敛 性质十分恶劣的表述 伍长顺在去年7月20号落马 成为中共18大后天津首个落马的省部级高官 不过回顾伍长顺44年的从井生涯 几次都是有惊无险 早在1992年初 伍长顺嫖娼被抓 当时的天津市副市长 公安局长宋平顺 亲自去南开分局 将伍长顺打捞出来 之后不久 伍长顺就升任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局长 而在2006年07年 伍长顺的两名老上司 原天津市检察长李宝金和宋平顺先后案发 一人被判死缓 一人离奇自杀 伍长顺也传出被双规的消息 但是四年后他又全面接班宋平顺 升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兼公安局局长 伍长顺落马后 大陆财新网发表起底他的文章说 伍长顺是因为得到周永康的赏识 用保障北京奥运会安全为理由庇护 当时才免于查处 而国际组织和海外媒体则披露 伍长顺屡屡得到庇护 隐藏着更为血腥的原因 伍长顺和其他中共官员一样 能够在官场上步步高升 主要一个原因是在江泽民大权在握的时候 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和伍长顺一同被双开的隋凤富和秦韵海 除了官方给出的贪污社会等表面的罪名之外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曾经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在宋平顺及武长顺掌控天津公安系统期间 曾发生过震惊国际的万民法轮功学员 和平上访的四二五事件 后来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之一 据多名当事人回忆 引发法轮功学员上访的真正起因 是天津市公安局之前暴力抓捕当地法轮功学员 时任天津政法委书记的宋平顺 是事件的关键人物 而当时武长顺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武长顺是引发1999年四二五事件的具体操作人 也是关键人物 他的上级当时的天津市副市长 是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宋平顺 是跟随中共前政法委书记罗干 积极参与构签法轮功所谓包围中南海事件的策划者之一 总部设在纽约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2004年就发布了对武长顺 宋平顺等官员的追查通告 指证他们参与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 武长顺长期在天津市公安局的工作 先后来当公安局长政法委的副书记 还有过武警任职的期间 在这期间天津市迫害非常严重 特别是在03年前后活在器官高分期间 天津市器官移植中心 还有天津这个武警总院 都是参与活在器官处于疯狂最严重的单位 根据大陆新京报去年11月的不完全统计 十八大以来的两年内 中共公安系统共有23名官员落马 除了武长顺 另一名省部级高官是原公安部副部长 迫害法轮功610办公室主任李东升 为什么武长顺等官员 如今不能继续像以前那样有惊无险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认为 习近平上任后展开对江泽民集团的繁复打呼 落马的大部分官员都是曾经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 尽管中共的体制没有结束 迫害的机器还在继续运转 但江泽民已经无力保护手下 中文字幕积极参与